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原來櫻花和櫻桃都是來自同一科 龍家為了令它少點開花, 多點結果 於是改良重造 將嬌嚴絕麗的櫻花 化成眼前的櫻桃 陽光抱照, 自己親手紮車來紙 我也是第一次, 簡直是人間極品 好, 享受一下 就在春天某日的下午4時23分 山形初熟的櫻桃填滿了來自香港的小嘴 這種看起來像紅寶石一樣的佐藤感 是日本第一次的櫻桃 原來第一次的味道真是… 好吃…很好吃的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態度 可以像櫻花一樣燦爛十天 可以像櫻桃一樣販賣爽甜多汁 一旦決定了, 就要堅持下去 對於信徒來說 是不是都需要堅持 走上千幾級樓梯參拜才夠神心呢? 相信在這個山子裡, 我會找到答案 但是燈山應該寒邊邊呢? 還在猶豫的時候 眼前突然間出現了一位婆婆 原來婆婆是山子的義工導遊 她看見一個女生不懂路 就很客氣地說了一句 不如我們一起走上山吧 就是這樣 我就是跟著這位一面之緣的婆婆 走到她的神社 我向神明去足了遠 希望在東北的旅程都會順利 在山子這裡有一種名物 叫舉藥丸子 婆婆說吃了這種舉藥丸子 走上山也會有力一點 終於踏上這次登山之路 婆婆告訴我 要走一千級樓梯才可以上去 這條樓梯 在婆婆小時候已經在這裡 當年她媽媽帶著她走過 今天她帶著我走 婆婆今年已經86歲 二十多歲結婚 因為老公不生性 所以她一個人獨力照大兩個子女 一個小女兒捱大兒子 比起走這條千多級樓梯 還要辛酸百倍 她靠的除了是一份堅持之外 還有的就是她心裡山上的神靈 現在的子女都大了 婆婆可以安向萬年 不過她仍然心懷感激 每天風雨不蓋 來做義工導遊 把山子介紹給其他人認識 發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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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眼前的風景 我明白婆婆堅持的用意 山形真的很漂亮 很值得婆婆驕傲 婆婆突然在身上 拿了一個平安符給我 她說希望我可以找到一個 愛我的人得到幸福 對於婆婆得如其來的祝福 我差點不懂得反應 我跟婆婆說 當我找到另一半的時候 我一定會帶她來這裡談她 婆婆說她一定會等我 直到等不到位置 是 離開山子之前 我還跟婆婆拍了一張合照 想不到一張照片 竟然會令婆婆這麼開心 看到婆婆純真的笑容 令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婆婆的堅持 令我會有機會在這個山子上遇到她 這次的相遇真的很難忘 知道婆婆準備回家 我用車送了她一程 看著婆婆弱小的背影 我真是很捨不得 我真是很捨不得 幹什麼 婆婆,你要保重 我會記住和你的約定 你一定要身體健康 離開山子之後 我來到一座有三百多年歷史的 是一個溫泉旅館 聽說 女生進入旅館門頭的時候 許願 願望會成真 是不是真的呢 旅館創辦人 為了要保存山形的建築和歷史 走遍了院內所有的地方 將一些就快要拆卸的舊屋 裡面的一樑一木都買走了 謝謝,組合成這間旅館 有人說來到山形 一定要試試山形的名物 米宅牛 因為健康的問題 所以我很久沒吃牛 不過在米宅牛的A5引油之下 我的手不知不覺地夾起了一塊牛肉 太久沒吃牛了 一吃就這麼漂亮 真的好吃,很多汁 很漂亮 鮮銅色的牛肉刺身 看上去真的很新鮮 不知道味道是怎樣的呢 第一次吃生牛肉 第一次吃生牛肉 感覺很奇怪 除了米宅牛之外 還有米宅團 好像魚豬一樣,為什麼 是山形吃米宅牛 非常幸福 很滿足 吃飽飽之後 有人問我 想不想看 時間 一種活生生的時間 除了在手錶上看到時間之外 我只是感覺過它 它總是在不開心的時候 停下來 開心的時候就很快離開 活生生的時間 可以聊天嗎 他們告訴我 在白鷹丁那裡 有一棵八百年歷史的櫻花樹 到底經歷了八個世紀櫻花樹 會是怎樣的呢 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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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沒有一刻 不想生存下去的 何無疑問 它的答案 已經在我面前 當地人告訴我 八百歲的它 都不算久 因為還有一棵 一千二百歲 一千二百年 我決定要親身 和它打個招呼 第二天 第二天一起來 我就品嘗到一個 完美演出的日式香土早餐 一個木桶 一枝木槌 一團糯米 再加上一身汗水 就成為眼前的年糕 對於日本人來說 年糕是重要節日的食物 而這間旅館 就是一個傳統的習慣 就是旅館的主人 堅持每一招 都用它自己親自種的米 來做年糕給客人做早餐 看大家打年糕打得這麼開心 我也想試試 原來用來打年糕的木槌 真的很重 所以打年糕挺浪費力 一點也不容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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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糕打好之後 就會放入熱湯 每個客人一人一碗 新鮮做年糕 看上去很軟很軟 放入口裡還有一種 山形的傳統味道 這些味道 是旅館主人刻意保存下來 帶著山形人 對家鄉那種驕傲 原來堅持是可以吃下肚的 山形是阿順的故鄉 出身貧窮的她 就曾經在這些米倉工作過 今天的酒田港口 雖然繁盛不在 但是山形人仍然用心 保留住昔日的倉庫 將這個可以用眼看到的 山形歷史保存下來 因為這裡的風景和建築 之前就有一套 講述桑禮、禮儀詩的電影 在這裡取景 一個曾經夢想 終身以拉大提琴為職業的樂師 因為樂團的解散 從東京返到家鄉山形 在不打不撞之下 變成一位同樣用手 去服侍死者的禮儀詩 來到這個拍攝的場地 電影中的片段 一幕一幕地在我腦海面 否現 戲中的男主角為了生活 由高尚的音樂師 淪落到被人看不起的禮儀詩 如果堅持是一種對理想的忠誠表現 放棄又是否代表著理想的宗旨呢 做了禮儀詩的她 仍然堅持用一份崇敬的心 仔細地做好每一個動作 善待每一個工作 其實就是一份熱性 是否能看得這麼快 是否能看得這麼快 原來真是存在的 你好,請你 謝謝 想不到在山營 還保存著這種舊式的草堂 但最想不到的就是 現實生活中, 草堂的老闆娘 竟然和電影裡的老闆娘 面對著同樣的問題 就是她的兒子 不願意繼承這個家族生意 看著眼前的一切 我感覺到自己好像自身是昔日的日本 傳統的地方還保存得這麼好 也挺難得 我的大廈是二代目的 弟弟是公司職業 我的廁所是我的大廈 在酒田散步的時候 我給一間紅色外牆的傳統建築物吸引住 到底這裡是什麼地方呢? 進去 你又眼前一亮的是一位傳統藝妓 原來江湖時代的酒田是一個光霧升平的地方 很多來自京都 大阪的商人都在這裡做生意 令到原本是京都的藝妓 也都在酒田出現 但是隨著戰爭和時代的變遷 藝妓也都逐漸消失 但是在十幾年前 酒田決定將這一套曾經出現的藝妓文化 重新盛存 酒田藝妓不同京都藝妓 他們不用陪客人喝酒 外出只是表演彈琴、唱歌和跳舞 所以又稱為舞梁 在我面前表演的四位舞梁 面上雖然塗上厚厚的化妝粉 不過仍然看得出他們的標誌輪廓 年紀也不算很大 這個年紀的他們不是應該穿好衣 化美妝, 出入辦公室嗎? 其實要成為舞梁一點都不容易 他們要經過半年的嚴格訓練 表演合格才可以正式成為舞梁 在人下面前表演 做舞梁的滋味究竟是怎樣的呢? 我也想嘗嘗 一、二、三 一、二、三 當大部分人都覺得舞梁是夕陽行業的時候 為什麼這群年輕女生會選擇這份工作呢? 謝謝 我以前在高校時代 通學時期 山丸目駅という駅を利用していて そこに舞梁子さんのポスターが貼ってあって それで求人票に舞梁子さんという職業があって 私は会見る会社会見学を見学して それで実際にお姨様方の踊りを見て それとお姨様方と会話をさせていただいて すごく素敵な女性だなと思って 私もなりたいなと思って面接を受けて 合格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齊騰妹妹說 雖然舞梁的訓練是辛苦 但是為了理想, 一定會堅持下去 幸福 離開酒田市 向著1200年的櫻樹出發 途中經過我學江市 因為僑墨面, 我停不下來 山營的天氣很冷 很適合種植僑墨 聽說所有山營的婦女都懂得做僑墨面 那我也想試一下 教我做麵的這位玲木先生 我真的沒想過在山營這種鄉下的地方 都會有年輕的做麵師傅 因為大多數的年輕人都會到城市工作 很少留在鄉下 玲木先生說 做僑墨面最重要是搓麵粉的過程 搓得不均勻的話 做出來的麵就會不好吃了 看起來就好像很容易, 其實真的有點難度 我發覺, 玲木先生做麵的時候 樣子很開心 難道這就是他留在山營做麵的原因? 玲木先生說他做麵可以面對客人 看到客人吃麵吃得很開心的樣子 他自己也會很開心 我會很開心 為何你這麼年輕 留在這裡 你不出去坐下的東西 你這麼年輕 這是一個生育的家庭 在那裡工作 會給自己的家庭 貢献得到 所以在那裡工作 我喝了 眼前這碟的蕎麥麵雖然很簡單 但是它包含了年輕做麵師傅 對家鄉的一份情和堅持 知道寧木先生為了貢獻家鄉 而放棄在城市的工作 我覺得很感動 希望它會成為日本最出色的 蕎麥麵師傅 吃了一碗充滿著鼓勵的蕎麥麵之後 繼續向山形最古老的櫻花樹進發 1200年絕對不是一個短的時間 很想知道 經歷了十二世紀的櫻花樹 是如何堅持到今天呢? 終於看到了 眼前這棵以大大小小木架支撐著的櫻花樹 就是活了1200年的依佐澤之九寶櫻 一千二百年的生命奮鬥 今天老櫻樹仍然跟蟲害在搏鬥 不過它從沒放棄過 居民也為它莊償之處 一直支持它 當地人為了保護這棵年賣的老櫻樹 還設立了一個保護基金 老櫻樹, 大家一起努力 因為在你身邊還有很多人支持你 1200年, 真是不容易 希望可以繼續堅持下去 聽說, 在人類未懂得用文字 表達感情之前 他們會將感情寄託在石頭上 這塊石是代表我在山營的感受 不知道誰會收到我的心聲呢? 來到山營, 就像上了人生十堂課似 86歲的村營婆婆 三百多年歷史的古婆女館 第二代操堂主人三谷太太 18歲母娘齊藤妹妹 還有1200年的九寶櫻 遇到的每一個人, 每一件事和每一物 都令我深深體會到什麼叫堅持 當學會堅持 我相信以後無論遇到多大困難 都可以將它克服 明天